今天是饒河街的美食 有很好吃的这个卤味 还有他们中间的那个大阪烧 大阪烧 我要挑有美奈滋的那一块 好久没有吃大阪烧 这是什么 这是 鮪鱼口味 对对对 其实我一直觉得大阪烧跟张鱼烧 只是还有高丽菜 嗯 大阪烧 那个什么 也是有高丽菜啊 章鱼烧吗 章鱼烧吗 章鱼烧没有啊 章鱼烧那么小拿 放得下高丽菜 赞了吗 要不要来一点 啊 至于 章鱼烧那个例子没有办法摄太多 大阪烧可以一直加 还搅拔ematics 不过 要是它要丢在上面 这这没错 一直 Fleet 没有处理 smoking 就是 這種涼乳味最好 本身就有味道 看你要加這個醬 還是濕腸辣醬都可以 喔對阿 本身味道就夠 我拉進來一點 今天真的是 你真是忽大忽小 很恐怖 接下來的天氣好像多加 不穩定 這奶油下的乳味啊 我覺得這個乳味不錯 我本來想要平一下 哪一個辣椒好 很難平耶 他們各有各的特色 嗯 嗯 我覺得奶油還不錯 大家看到這個影片的時候 RIGHT NOW 影片的時候是小優達勝利 不錯阿 很難 會有這裡喔 你看啊這裡阿 你拿一張椅子掛 你這個椅子這樣子舉起來 差點打到我的電視 你還笑很危險耶 你要不要吃大阪燒 我是大阪燒 這是跟章魚燒很像的一個 要不要 吃吃看 嗯 你用一個小塊給他 不要不要那個鮪魚好好的 你太喜歡吃了 吃吃看 你剛剛那塊玉米奶油 跟那個章魚燒很像 嗯 這種乳味 我就突然覺得 欸好像是現在配什麼電影 之類 你吃吃看 你吃吃看 應該是會喜歡的 他就是章魚燒阿 弄成一大塊 好不好 給大家看到片的話 今天就是 七夕情人 不是七夕 是夕陽前年 夕陽前年就是 娜娜的生日 娜娜的生日 就是 爸爸的小情人 對 媽媽的小情敵 小情敵 阿優的小霸王 所以到底誰上輩子欠他了 我們三個上輩子欠他了 欠誰 叫你的聲音啊 然後呢 你會有一些影片 大家就是 持續的欣賞好不好 對 你看 你看 就是很謝謝大家 因為 大家看的時候 其實拿來已經是 三歲了 對啊 就是其實蠻不容易 因為其實這個 我們其實在經營這個Youtube的時候 其實是在南南差不多 半年 半睡 半睡 算是 大家陪著Yuna去長大 已經陪到她 兩年半的時間 今天過了很快 真的 就是 其實就是 娜娜也是像大家的小孩一樣 就是她就是 看著娜娜那樣子 從 Baby 然後到她 會講話 到 其實我們會吃 到 到現在 就是 會耍脾氣 然後有時候會在 桌子底下 然後有時候她會在螢幕這邊 然後就是 有不一樣的 就是 成長 這樣子 那樣子 好 好 就是真的是 我覺得這真的太不容易了 可惜 兩歲前沒有辦法出國 去玩一下 因為其實我們 你看 大家 其實我們每天 這兩年半 我們每天都在拍 拍 這個 影片 她其實從 娜娜兩歲半 說到 她不會講話 她在後面 然後她會趴 會走 然後會說話 然後會吃 吃東西 然後其實 大家都就是 看著 其實我覺得 這是一件 蠻不容易的事情 出門的世界 對 Yuna 真的就是 出門的世界 好啦 大家就是期待看 那個 我們會放Yuma 生日特輯 過生日的這個 過生日的一天 然後她的影片 然後就是 大家可以在 Youtube的 影片後面看 就是跟著唱 那個生日 過生日 對對對 就是我們在唱的時候 希望大家可以 跟著一起唱 好不好 你說明真的有 好 大家期待 好不好 再留言吧 對啊 好啦 謝謝大家 先跟大家分享這邊 好不好